又美又美味的蛋糕 一向都有很多女生喜歡 但如果懂得做蛋糕的男生呢? 有一天,我的師傅走過來問我 不要做廚品,做餅 那我問為什麼 他說做餅是熱帥女生 雖然開始學廚後 就因為忙到瘋了 反而沒有時間認識女生 但他已經迷上了甜品 因為其實那時候 做了大概兩三年 其實做到個人有少少滑 就先過去學日文 學校經常搞很多 留學生的交流 會叫我們做自己最專長的事 那我自然就 做蛋糕甜品 在那時候 真的覺得自己很喜歡 做蛋糕甜品 之後我才決定 繼續在日本留學 去做蛋糕的專門學校 繼續進修 香港的Asian 他就有兩家學校介紹給我的 現在常年最主要的原因 那時候就是覺得他便宜些 因為鄉下地方 生活指數都低很多 我做蛋糕呢 就大概學了兩年 在日本那邊 他們是從很基本 比較科學化的方式教起 是 試過有些課堂 是會把所有不同 海綿蛋糕的製作方法 一起做一次 然後實際比較 他們的味道是有什麼分別的 例如會用全麥粉 小麥粉 高筋麵粉 低筋麵粉 分別製作一次 另外又會用分蛋法 全蛋法 乳化劑方法 都分開製作一次 一次過比較蛋糕 有什麼分別 回來香港後 他就和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 開了一間網上甜品店 酒店的形式 就比較局限 就是 都有點枯燥 本身你其實 你發揮到的東西 其實是應該可以這樣說 是零率 你是根本按本子辦事 即使開業初期 客人數量很少 但他們仍然很樂本 麵粉 我們就會用日本麵粉 我們會用法國忌廉 可可粉 我們會用比利時的可可粉 這裡的蛋糕 都是入口很輕柔的風格 當然還有日本水果 這個就將馬味草和忌廉混合 淡淡的檸檬香味 配上鮮甜多汁的白桃 最熱滿是日本柚子 一層柚子檸檬芝士忌廉 一層柚子慕士酸酸甜甜 為了保持質素 他們不會大量生產 只會做訂單的數量 或者不定期推出甜品款式 想吃到甜品的話 就要留意他們的消息 一般是稱為酒吧 必須關閉 是否要香港整個飲食店 全部倒閉 政府才開心呢